迪迪小隊 萬歲萬歲萬歲 大家好我們是 白江堡小隊 在近南大學社工系服務隊學生帶對下 小朋友們陸續進行團康及各項區為闖關遊戲 此次夏令營以冒險活動為主軸 期望透過營隊團體生活 培養學童獨立自主及解決問題能力 達到好玩而且又能讓孩子真的學到東西的目標 除了團康活動及法律知識的宣導外 同時結合涉水社區當地產業進行生態教育 與體驗地方人文風情 參加的學童興奮地表示 來這邊不只可以認識新朋友 還可以學習到許多新奇有趣的知識 這已經是第二次參加了 每年活動主軸都不一樣 令人相當地期待 因為就是可以一起大家一起玩遊戲啊 而且團結力量大 可以學到要自己獨立然後要去服務別人 學獨立生活 喜歡入外玩嗎 喜歡 有沒有交到新朋友嗎 有 時間太快要這邊好不好 太快要這邊 很多個 議員廖志誠相當感謝兩顯堂基金會 年年舉辦活動 豐富兒童的暑期生活與滿足兒童的發展需求 希望參與的小朋友們透過三天兩夜的活動 在快樂的環境中收穫滿滿 透過三天的孫子的夏令人的活動 我相信會讓這些小朋友帶來多元的學習 多元的體驗 體驗不一樣的新的生活 尤其是團體生活就是同進同出 什麼時候起床 什麼時候用餐 什麼時候要配合我們的團隊的競賽做比賽 可以得到最高的榮譽和獎項 我相信這是他們學習的一個很好的方向的基礎 夏令營分為兩個題次 共計有三百位小朋友參與 延續活動的終止 每題次為社府保留40個免費名額 並邀請兒哨機構的兒童共襄盛舉 讓弱勢家庭學童有更多參與學習的機會 民意新聞洪一輪 浦里採訪報導